亚马逊Q是什么 其实就是亚马逊针对企业推出的AI智能助手 它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获取与业务相关的各种答案 解决问题并且生成内容 并且利用公司的信息库代码企业系统进行操作 我们跟他交谈的时候 他会提供一些及时相关的信息 还有各种的建议 帮助我们简化我们的任务 并且加快我们的处理速度 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中带来很多的创造力还有创新 而且也可以根据我们用户不同的角色和权限 进行各种个性化的互动 可以说也是比较智能的 最重要它就可以利用公司的信息还有代码 进行各种定制化的对话 来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的领域也是比较多的 可以为我们的企业用户提供定制化对话 也可以帮我们生成各种解决问题的内容 还有方法也可以帮我们探索各种产品的 新服务或者功能 也可以提高我们各种业务分析师 还有业务用户的生产力 可以快速构建引人注目的可视化内容 可以帮助一些人员管理我们的库存 还有提供各种规划 可以说简直就是王炸的产品了 那像这样的产品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呢 其实很简单 那我们该如何免费的使用到我们的亚马逊Q 这个王炸产品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亚马逊注册我们的个人账号 这个网页的链接呢 我会放到我们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有需要的小伙伴都会去注册一下 注册也很简单 只需要用我们的电子邮箱 接收它的验证就可以了 输入我们的电子邮箱 然后输入我们想要的名字 然后接收它的验证 由于我已经注册过了 我就直接选择现有账户的登录 在这里呢 小伴如果验证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跟用户登录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页面了 这个登录页面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 第一次使用的话呢 最近反应信息呢 这里都是一片空白 是没有任何的信息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在点击上方的搜索 进行我们想要的这个产品搜索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搜索到我们的这个AI了 要么姓Q 我们点击它 好 来到这个页面 正常的话呢 如果是中文的话呢 它是不会显示这个AI助手的标志的 一般呢 我们需要点击试字 把这个简体中文试字成的这个英语 这样呢 它就会出现了 在这里呢 因为我之前是使用过 所以说呢 它也会在这里一直出现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AI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这里呢 你可以提问任何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就提问一下 在这里呢 由于我这个网络不太好 我们只能重新再提问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网络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正常的回问了 在这里呢 小伙伴可以用它做很多东西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过度啰嗦了 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去提问一下 好了 那我们本期呢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小伙伴有什么疑问 或者其他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 我看到的话呢 会一一为小伙伴回答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